有流动检测服务营办箱 推出本港第一架负气压检测车 与现时的检测车比较 市民采样时受感险的风险更低 第四波疫情期间 不时都会看到它的身影 流动检测车 为了营造更安全的采样环境 有流动检测服务营办箱 推出本港第一架负气压检测车 用旅游巴改装二城 有六个负气压采样间 每间大约20平方尺 有独立的气压、温度和湿度监测系统 和一般医院的负压病房参数差不多 车外的新鲜空气 经过高效能过滤网和制冷 在上方的入气口进入车内 室内或者带有病毒的空气 就经下方的排气口 通过紫外线杀菌灯和过滤之后 再排出车外 每个钟能够换气25次 有份提供感染控制建议的中大医院 人说新车的通风系统 不会影响周围环境 令到传播病毒的风险更加低 货车改装 它是利用自然的通风 就变成了去将可能有 其实这些一定有 一些病毒或者是能够吹散 比如说你在香港 是被一些窄的街道 如果它的通风不好的时候 就会对于存在一定的风险 甚至排出的空气 都会对周围的环境 是基本上没有影响的 因为你出轮的空气 都已经是经过消毒 和变成再没有了感染风险 服务营办商说新车成本 每价大约150万元 大约是之前做法的10倍 至于为什么选择旅游巴 团队说其中一个原因 是因为疫情之下 很多旅游巴都没有用 可以有大量的车做改装 而如果有需要 这些车都可以变成普通的旅游巴 无线烈士记者 利用昆布洞